这是刚刚结束的Maximela的2021年春夏的一场秀 这个场地非常有意思 是在意大利的米兰的国立美术学院 对 它的历史还是挺有渊源的一个地方 挺久远的 这个学校是在1776年创立的 对 它这个中文翻译成布雷拉 它这个词语 其实是源于13世纪的伦巴地语 是一片聪裕的草场空虑的椅子 然后在更早的时候 就13世纪的时候 这个地方 这片场地 其实它是用作于修道院的 然后后来到了1776年 开始它成了一个就是学校 然后开始提供大学的教育 但是这个地点是就是没有变化 好像从这个学校里面走出了很多就是大师那种级别的 对 包括像拉斐尔还有提香 然后这种非常就是让我们就是从小学美术的时候如雷贯耳的这些人物 对 我看它整整场就是这场秀它颜色上面也是很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壁画的色彩 包括就是它这种深深浅浅的这种褶式色还有一些那种像是在灯光下的那种白色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在这个回廊里面走 好像这个回廊也挺有特色的 对 对 它是一个双层的塞尼奥拱式的一个长廊 它这个长廊就是连接着这个学校的主体和中间的中庭 环绕在这个四方形的这个中庭周围 然后模特现在就是行走在这个双层的拱廊之间 哇塞 我觉得在这里上学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非常感受到浓郁的就是宗教氛围跟学术气息 而且就是它这一次的这场秀它的那个灵感来源也是来源于文艺复兴时代 就是和这个学校它当时所文化盛行时期的那个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吻合的 就是包括你看它现在秀场里面的这些款式有很多从扩形上面 就是我看刚才还有那种那种抹肩的长长的那种衣服 然后它那个包括那个袖子 袖子那个开叉的那种感觉也是很很古典很文艺复兴时代 像这个这个感觉 但是它同时又和现代的服装结合在一起 而且它用了肩部还有腰部有很多抽绳抽纸的这种设计 对就更增加了古典的感觉 对现在这件毛衣是毛衣毛衣 对就很像那个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一个设计的一个设计 嗯像有点像抖肩的感觉 这个其实我们平时自己是可以自己在家DIY的 就是如果你有那种就是暂时过时的西服或者不用的 你可以把它就是沿着袖中线 对把它拆开 对把它拆开 然后在一个地方固定就行了 戴毛衣线不要这样尝试 针织衫不要这样尝试 这是一个常识 针织衫会凸现的 但是这个颜色非常 对就是你看在旁边的这个拱囊的柱子 非常的和谐 对意大利就是一个极其美极其美的一个国家 就是他们会把这种美作为一个生活的一个哲学 就是有一个我这次我在在看他们的一个视频之前 然后我有了解到就是既是培育也是束缚了意大利人的 一种生活哲学 其实是他们的一个一个对美的一个哲学 它意大利语的发音是 好像是这样 就是它实际上执意过来可能就是美丽的影像 美丽的雕像 美丽的人形 对美丽的人形 就是但是它实际上呢 并不仅仅是指说你的你的着装你的打扮 对一个外貌要达到很美的这种状态 更深层次的这种理解是 你要具备很高的修养 然后你的行为举止是要达到一个美的 就是大家会认为说你的行为高雅 这个既是美或者你的行为 你的就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这种东西 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美 其实这个美学标准 对就是它很好的解答了 为什么就比如当我们在意大利旅行或者是在意大利居住的时候 就会发现就这个国家 它们好像是一个即使被美滋养了 也是被美束缚了的一个国家 因为有些时候其实生活中不一定要追求美 甚至创作当中也不一定要追求美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意大利人所造的建筑 它的文化 然后它的服装 它就是在追求一种可以说是相对的一个美感 这个是它的一个生活哲学 一个美学的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Maximala 对 这个Maximala这个意大利品牌 它也是很好的沿袭了 就是这种意大利人的审美的哲学 嗯 很有意思 非常非常典型的意大利的代表性的服装品牌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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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